好的,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再讲哦,这个股东会呢,他的这个比如说股东嘛,股东有几个出席的方式,这边讲,第一个当然是股东你可以亲自出席嘛,这没有问题,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,你可以交由,就是委托持有公司印发的代理人出席,就是说你也可以委托别人出席嘛,然后就是但是你要委托持有公司印发的委托书哦,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,那再来就是说,民国94年公司法律规定,他说你可以在股东会前以书面或电子方式, 就是你可以行使表决权,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书面记回啦,然后或者是你用上网投票来行使你的表决权啦,那你也是等于你有出席这个股东会啦,但就是对股东会的当时的临时动议或原意案的修正,视为弃权,因为你当时没在现场嘛,你临时会议当然就弃权,临时动议当然就弃权哦,这一段话是公司法写的啦,那我把它统证起来四个方式,你可以参加股东会的表决,第一个你自己出席,第二个你书面记回,第三个你上网投票,那最后一段话是公司法写的啦,那我把它统证起来四个方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委托书,大家应该很常听到委托书,委托书就是在哪里呢,就是在那个股东,那个如果你已经参加这家公司的,呃,就是在他的最后过户日,最后过户日的前面两天,呃,所谓的最后公司的最后过户日呢,就是说,今天最后过户日,那我们交割是T加2日,就是我们买股票完是两天后再交割,所以你必须要提早两天才是你的最后买进日,也就是你要再提早两天,你最后买进日,买进股票, 你才有资格成为这一家公司的股东,他会动明文规定,所以并不是最后过户日当天去买进哦,而在最后过户日的前两天,你去买进,才具备这家公司的股东会的资格,那你才有办法领纪念品嘛,然后你这个股东会的开会通知会寄到你家,那这开会通知寄到你家的时候呢,里面就会夹着,它现在都印在一起啊,就会有一份委托书,那这个就是让你可以出席股东会的,大家听得清楚哦,好, 好,那我们看下去,那股,委托书,因为这个委托书非常重要,非常,怎么为什么这样重要,我们来这个重点,为什么要有这个委托书,股东会的决议呢,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,过半数的股东会出席,意思就是说,你这个股东假设100人,你就要50个人出席,百分之50人要出席啊,所以假设你是公司,那你为了,万一大家买了你股票,结果都不来出席股东会,那你不就开不成吗,就是你的,你的决议不是都完全没办法实行吗,那怎么, 怎么办呢,所以公司就会用一些纪念品,比如发一些钢杯啊,发一些毛巾,发一些米啊,来鼓励你,来参加这个股东会,所以你来参加股东会的时候,我就会把这些纪念品发给你,所以才有所谓的股东会纪念品,大家清楚了吗,不然每个人都不来的话,没有过半,这个股东会有开等于没开,听清楚了,好,所以这是法律的规定,所以才会委托书的征求这件事,好, 那接下来就是经营权之争,为什么委托书的征求会演变到经营权之争,就是说,我问你哦,那我们常经过董监改选嘛,对不对,董监改选的意思就是说,你在公司指定过路之前,你先买股票买好,你是不是拥有公司的股权,你是不是有参与表决,没错,这是一个方法, 那有些大股东,公司派大股东,他根本不想去拥有公司的股权,因为他觉得现金总是比股票划算嘛,对不对,那他怎么办呢,他就透过一些方法去市场上征求广大股民的委托书,因为我们说过了,委托书是,就代表这个股东,他是能表决的嘛,那你有股权没用啊,你有股权,好,假设你其他人,第三方有股权很多,那我股权比较少,我就透过征求委托书来让我, 虽然我股权少哦,但是我在表决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,就是所谓的征求委托书啦,那所谓的金融资源资源就是从这里来的,那金融资源要从哪下手呢,目前我们证券哦,业务的经济,这个市占最大就是元大跟这个凯基,还有富邦永峰跟群益,那意思就是说,如果你是大户,大股东,你只要掌握这些主要几家大的券商,因为主要,因为你经济的业务占大的话,你当然相对你的这个,呃,你的股数,你的股数, 股民就多,当然你也比较清楚这些,哪些股民持有你的股票嘛,或者是哪些股民他是你的大股东嘛,你当然就比较清楚啦,所以公司派就会跟这些,哦,经济业务,会去聊一下啦,哦,所以主要去,看能不能打入这个,打入这个券商的市场啊,就会比较容易取多,因为他,你要想哦,如果去,去征求每个股,这个小股东每个人只有一张股票, 哦,那他假设一千个,那他不就要坚持有一千个股东吗,这样是不是很累,那假设今天有个股东,他手里就拥有了五千张,两千张,三千张,他是只要征求这一个单一股东的同意,就立刻拥有做这么表决的权利,这样大家听懂吗,哦,这样就是主要的原因啦,那另外一个方法哦,除了了解这个经济商哦,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委托书的通路商啊,就是说,他可以委托这个通路商来帮你去征求,哦,分球股东会的这个委托书,你看, 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很常见,如果你有去领过纪念品哦,就是这样的画面啦,就是他上面贴啊,你看中信金啊,中工,三百工,就贴他,有没有在这里发啊,那有些公司不在这里发,有在另外一家,那目前台湾只要三家具规模,就是全通,长龙跟联州这三家啦,在发放这个委托书,在发放这个纪念品,因为他帮你发,那就是你,所以这个演变成一个很不好的现象,就是说,委托书,他其实是具有表决钱的,你知道吗,那已经轮轮了, 如果到说,很多人就为了纪念品,那就把委托书拿去,就很简单,就把委托书交给别人,然后换取纪念品啊,那事实上你,你对这家公司的经营层面,你完全不懂嘛,因为表决什么,你也无所谓嘛,你就把委托书交给别人了嘛,那这是公司法的弊病,所以我们的立委哦,现在也有在修法,就是说,那不如就降低,刚才我谈到了门槛嘛,不如刚才是说,二分之一的门槛, 不如直接降低到三分之一好不好,那三分之一的话,就可以进行表决的话,那委托书就不是很重要啊,因为就不见得要五成的人以上来这个出息嘛,对不对,那可是这样有个缺点啊,就是说,那可能有些人很想你纪念品了,那公司搞不好,纪念品就越发越烂了啊,因为委托书对公司派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嘛,对不对,因为只要三分之一的人来出息,我就可以表决了,那当然是对股民,对爱玲纪念品的这些股民来说会比较损失一点,可惜啦,但对整个法律, 法律的见钱也是比较完整啊,因为你就说,不会让委托书这件事情来掌握公司的生死,你要想耶,你股权再多没用耶,我假设不是非常多啦,那我只要掌握到这些委托书,我居然参与公司的表决,我就搞不好就可以进入公司的董建事改选,进入公司来经营耶,大家清楚啦,那这是演变到最后的过程啦,那就给大家看一下,那尊管会有寄出中钢条款下注领股,这什么意思呢?我们下个影片再来谈! 再见 谢谢观看